第十九章 寒书至死 丽儿 我很快就会去找你的 秦宇心中低难着 闭着眼睛 脑中近视过去和丽儿在一起的一幕一幕 特别是丽儿破碎虚空 直接离开时候 那最后一次的目光 蕴含得无尽的依恋 难舍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 秦宇忽然睁开了眼睛 他还记得在乾隆大陆的时候 听说过这样一个问题 他记得答案是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我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但是秦宇心中忽然有了另外一个答案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应该是两个人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吧 秦宇心头一阵抽搐 过去在凡人界的时候 秦宇身边还有兄弟 还有亲人 秦宇还没有感受到这么孤独难受 但是如今在茫茫先摸腰间 却独自一人的时候 秦宇不由经常思念起链 呼 秦宇猛地站起 甩了甩脑袋 手掌凭空一批 听台旁的池水顿时被强大的掌力给劈得飞溅起来 微风将那些水汽吹在 脸上倒也清醒了许多 修炼 修炼 不能闲下来 秦宇对自己暗道 只有让自己不闲下来 不断地苦修 或与人斗知斗勇 只有那样才能燃给自己不想恋 才会不用受心头思念的折磨 不能等了 在留下两天陪韩叔看了那笔试之后 我就立即出发 秦宇一咬牙 第二天 风月星传颂阵旁的平原上 此刻已然集结了风月星三大家族的大量高手 星球传颂阵控制权的争夺战 可以算是风月星最大的一件事情了 炎家 柳家 王家 三家 彼此之间都必须相互战斗 炎家对柳家 柳家对王家 王家对炎家 一共三场比赛 看哪家获得胜利次数最多 每场比赛规矩都是三局两胜 柳家必胜 柳家必胜 一个个柳家子弟高声狂吼着 吼声震天动地 而炎家和王家的子弟也一个个狂吼着 似乎三家都想要在气势上压过对方 炎硕 你盯着我干什么 柳明汉一脸惊讶地传音道 坐在对面阵营的炎硕冷然一笑 柳明汉 看你能够得意到几时 我大哥的死 我们炎家绝对不会罢休的 玉剑宗也不会罢休的 柳明汉对于对方的威胁 只是淡然一笑 在柳家阵营中 秦宇坐于椅子上 而柳韩书就在秦宇身旁 师尊 你说此次哪个家族会赢呢 我们柳家有多大把握 柳韩书出声询问道 这样的比试毕竟是三局两胜 并不单单看最强高手 炎家过去最强的两大高手都死了 这次如果赢了 倒是奇怪了 秦宇淡笑道 只要那柳明汉不是傻子 此次掌控权必可得到 秦宇先识一扫 便知道了各方实力 炎高一死 风月星三大家族第一高手 就是柳明汉了 柳明汉乃一场必胜 而且柳家九级天仙高手不少 甚至那二长老 似乎要达到惊仙境界了 要获得两胜也简单 比试在秦宇看来 并没有多大意思 比试便是比试 根本不是生死战 虽然两方参战人马 都是各自施展招数 但是最多击败对方而已 并没有下杀招 这种比试打起来也漂亮 一战就是几百个回合 那些招式也绚丽漂亮 最后击伤对方 便算是获得胜利 局势果然如秦宇所说 柳家占王家 二 领取胜 第三场根本没比 王家占炎家 一 二落败 王家到这个份上还输掉 还真是丢脸 随后柳家占炎家 二 零获胜 结果毫无疑问 柳家获得了胜利 欢喜的叫声 呐喊声 让秦宇耳朵都感到轰鸣 柳家的子弟们 一个个都兴奋非常 除了几十万年前 得到一次掌控权 这才是第二次 世尊 刚才大长老 击败炎家家主的招式 真的很精彩 威力很大呀 柳寒书还沉浸 刚才的战斗精彩中 威力大 秦宇淡然一笑 简简单单一剑 就可以将其杀死 何必浪费那么多能量 秦宇对打斗 有自己的胆悟 韩书 明天我就要走了 秦宇忽然说道 哦 呀 世尊 你说什么 柳寒书大吃一惊 盯着秦宇 秦宇笑道 我逗留在风月星 一直是为了准备 前往妖界而已 如今我已经不能 再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决定 明天不要出发 那托 我也跟着世尊走 柳寒书一咬牙说道 柳寒书心中 很是不舍那个绿衣姑娘 但是她也不愿意 离开她的世尊 你舍得那个 你喜欢的那个女孩 秦宇笑着道 旋即继续道 韩书 此次前往妖界 路途遥远不说 路上可能还有许多危险 你跟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而且修炼意图 你也不必总是跟着我 以后如果有什么难题 直接通过传讯 灵珠传讯给我 即可 柳寒书沉闷了许久 然而点头 弟子遵命 秦宇点头道 我也不想 和那柳明翰道别了 今天晚上 你帮我说一声 同时秦宇 举出了一个空间戒指 我此次离开 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回来 这空间戒指 你早些滴血认住 里面也有一些 我留下的仙器 园林石 仙器级别的空间戒指 柳寒书当然知道 珍贵 是 世尊 心中尽管有很多话要说 但是柳寒书还是没说 耶 大长老 寒书求见 在大厅之外 柳寒书便长声道 哦 是寒书啊 进来吧 只听到柳明翰的声音 从大厅方向传来 柳寒书当即步入了大厅 而这个时候 柳寒书也从后屋走入了大厅 柳明翰坐下后 微笑道 寒书啊 快坐 这么晚啊 到我这有什么事情吗 柳寒书坐下后 苦笑道 我世尊说了 他明天就要 离开风月星 前往妖界 他现在是让我来和大长老说一声 明天世尊就直接走了 柳明翰全身一阵 脸色一白 只呀 柳明翰一挥手 便关了大厅的大门 旋即柳明翰急切道 寒书 你说你世尊秦宇 明天就出发前往妖界 你确定 柳寒书一正 怎么了 大长老 世尊当年他来的时候 不就是求去妖界的地图吗 他待在这这么多年 已经很难得了 难道让世尊这么个高手 永远待在风月星这个小地方 柳寒书帮秦宇说话 柳明翰 感到自己表现得太紧张了 当即呵呵笑道 没什么事 只是秦宇先生说走就走 实在让我措手不及啊 寒书啊 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情 大长老有什么事情 尽管说 柳寒书忙道 柳家大长老拜托他 柳寒书倒是有些慌了 柳明翰笑道 你世尊秦宇先生 对我柳家有着莫大的恩德 如果就这么 让秦宇先生离开 未免 显得我柳家太不近人情了 我看 你去和你世尊说一声 让他多逗留一两日 我则是准备弄一场欢送宴会 好送秦宇先生 寒书 你认为可好 这个 柳寒书犹豫了 不就一个欢送宴会吧 秦宇先生都在我风月星 待了这么多年了 多待一两天 想必也没什么吧 柳明翰忙笑着说道 柳寒书摇头无奈道 大长老 不是我不愿意 只是世尊说了 他明天一早就要走了 我知道我世尊的性格 他决定的事情 是很难改变的 柳明翰眉头一皱 柳明翰 那么麻烦 干什么 忽然一道冷喝声 响起 一中年男子 从后屋走了出来 大人 柳明翰当即躬身 柳寒书看到这一幕 倒是整个人一阵疑惑 大人 柳家的大长老 那中年男子冷哼道 那么啰嗦 干什么 这事情弄不好 你柳家 就等着被灭吧 灭柳家 柳寒书一惊 当即对柳明翰临时传音道 大长老 这人是谁 怎么要灭柳家 柳寒书 也怕这个中年男子警觉 柳明翰看向柳寒书 无奈道 寒书啊 就算大长老求求你了 你就让你的师尊 多逗留风月星一日吧 否则 我柳家真的可要完了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柳寒书看到这一幕 心中涌出了 他不愿意相信的答案 自己的家族 正配合另外一方势力 要做出对自己 师尊不利的事情 柳寒书很容易 判断出这个答案 但是柳寒书不愿意相信 你就是那个秦宇的徒弟 那中年人 冷看着柳寒书 你给我听清楚了 给你两条路 一是听柳明翰的话 劝说秦宇多逗留一日 另外一条路 就是反抗于我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八级金线无波 你的一举一动 皆在我的注意之中 你别妄图临时传音 大厅周围 在我进来的时候 已经被布置了禁止 你也休想使用传讯灵珠之类的 因为你 刚刚将传讯灵珠拿到手上 你就被我杀了 吴波 冷视着柳寒书 一个是八级金线 一个才空明中期 天差地远 你们的人要杀我世尊 柳寒书 怒视着眼前的八级金线无波 对 你最好合作点 想必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事情 大概 吴波但笑道 真是巧啊 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来通报 还真可能 让那秦宇给逃了 柳寒书 心中尽是火焰灼灼 封印我 我知道了 你们担心我一死 灵魂欲减 碎裂 我师尊 知道我出事 会识破你们的计划对吗 柳寒书笑着 舔湿了一下嘴唇 整个人的眼眸深处 都有了一丝淡淡的红色 聪明 吴波微微一笑 随后单手一指 一股先缘力 射入柳寒书体内 直接封印了柳寒书的原因 柳寒书 想要自报都不可能 所以现在 我不会让你死 这样 秦宇也不会察觉了 吴波继续道 小子 你还是识相点 否则事情搞砸了 你柳家数万子弟 全部要死 韩书 为了家族 你就答应吧 柳明汉在一旁说道 为了家族 柳韩书大笑了起来 柳明汉 你在 这个时候 让我为了家族牺牲 给我第二次生命的师尊 柳韩书 这个时候 直接称呼柳明汉姓名 柳明汉一正 那八级惊献无波 却是冷冷看着这一切 柳韩书 显得有些癫狂 家族 你跟我说 家族 从小到大 家族给了我什么 一块夏品园林石都没有 给我的 就是无尽的讽刺 侮辱 以及嘲弄 从小到大 我在柳家 就是个被羞辱的对象 走路不能走在中央 连看人也不能直视 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命令我 柳韩书声音 显得很是苍凉 眼睛郁家红了起来 你跟我说家族 我有家族吗 柳家给我的 就是侮辱 就是羞辱 我连一个锅都不如 我曾经认为我这辈子完了 甚至于在母亲当初死的湖边 我差点自杀 但是师尊出现了 他对我是真诚的 改造我经脉 对我没有一丝瞧不起 甚至于为了我在 风月星这样的小地方 整整逗留了十年之久 我重伤了 这十年来 没有人敢瞧不起我 没有人敢不尊敬我 连你柳明翰这个大长老 都要亲切地称呼我韩书 柳韩书怒指着柳明翰 整个脸孔都通红了起来 整个时候连吴波都看出来 不对劲了 挺直腰杆走路 活得潇洒自在 这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师尊让我梦想成真 我这十年过得很快乐 柳韩书脸上红地要滴水了 我活这一辈子 不求其他 只求能够挺直腰杆过得潇洒 就这个要求 师尊让我快乐地活了十年 我也满足了 如果说到遗憾 可能就是他了 柳韩书声音低沉了下去 忽然柳韩书抬头盯着吴波 你很惊讶 惊讶我脸为什么这么红对吗 我告诉你 这是一种毒药 一种唯有风月星才有的毒药 可惜啊 这毒药 你们这些仙人是不懂得 可是我懂 那吴波大惊 连忙不断用仙缘力 灌入柳韩书体内 想要阻止 可是吴波根本不懂得 此种毒药的药性 这只是对普通修炼者的一种毒药 吃了后会让脑部血脉爆裂 蹊跷流血而死 柳韩书虽然有原因 但是却被封印住了 一旦药效完全发作 柳韩书脑部血脉碎裂 灵魂无法融入原因 自然会一散开来 吴波唯一的方法 是解除封印 让柳韩书灵魂融入原因 可惜 吴波是不敢解除封印的 一旦解除 估计柳韩书会立即传讯给情语 或者自爆 所以无论如何 柳韩书必死 世尊 徒儿 这有自尊的十年 比那庸人百年千年还要痛快 徒儿的死 能够让世尊你知道危险 徒儿就已经满足了 柳韩书脸上有着一丝笑意 只是他嘴角 鼻孔都流出了道道鲜血 眼珠也是通红 我这一辈子 唯一的遗憾就是 他了 柳韩书眼中 有着一丝难舍的眷恋 恋爱刚刚开始 却已然结束 哄 蹊跷流血 柳韩书直挺挺地缓缓倒下了 而同一时刻 情语艳玄之界内 柳韩书的灵魂欲检 也蓬得碎裂开来 第十二集 情语第二十章 血洒风月星 糟糕 那八集惊险无波 脸色大变 连忙取出了传讯 灵珠 失足 大事不妙 那秦宇快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请速速赶到风月星 时了 他们就逃掉了 而在红月星上 玉卿子接到这条传讯 整个人犹如被一棒子 砸在脑袋上一样 怒骂道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玉卿子根本来不及 去惩罚那个弟子 他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立马派人出发 我和前起道兄 以及下滑先行出发 然而九级精先先出发 八级精先 最后出发 所有人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风月星 玉卿子的先识 覆盖整个红月星 所有参与此事的惊鲜问洁 听到了此次号令 玉卿子 怎么回事 前起先帝传音问道 玉卿子也是一肚子怒气 这事情 可是羽皇仔仔细细交代的 他们如果弄砸了 那可就糟糕了 我也不太清楚 派去风月星的弟子 是怎么搞的 竟然会让那个秦宇知晓 我们要去对付他 前起道兄 下滑 我们三人速速赶去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们逃走 玉卿子传音道 羽皇之令 岂能违抗 下滑先帝也传音道 随后这最强的三大先帝 一个瞬移 都赶到了红月星传宋阵旁 仅仅片刻 近70名九级金仙 近200名八级金仙 就齐聚在红月星传宋阵旁 但是传宋阵一次 最多只能传十个人 而且从红月星到风月星 并没有直接的传宋阵 要从红月星抵达风月星 必须经过其他星球中转 走 玉卿子 前起 下滑三大先帝 直接进入了一个传宋阵 只见光芒闪烁 这三大先帝 直接被传宋离开了 同时有十名九级金仙 在另外一个传宋阵传宋了 从红月星到风月星 有两条路 而玉卿子 他们选择的较劲的一条路 一路路的金仙高手 开始不断地进行传宋 他们的目的地 都是没多大名声的风月星 而这一天 风月星将迎来历史上 最辉煌的一页 这一页 风月星上的高手 七十名九级金仙 两百名八级金仙 这是一股多么庞大的实力 连七级金仙都 没有资格参加 去者皆是高手 孔兰 涂高 但梦三人 正在秦宇身后恭候着 而秦宇则仰望着 天空的一轮暗红色月亮 风月星的月亮 是红色的 这点的确很特殊 明天一早就要离开 秦宇晚上倒是不想睡了 忽然秦宇脸色一变 手一翻 几块玉碱碎片 出现在了秦宇手上 韩叔 韩叔出事了 秦宇脸色变得难看得很 整个人眼睛都正得滚圆 看着左手掌上那些玉碱碎片 秦宇捧着那些碎片的 左手掌都不断颤抖着 仙石瞬间散发开来 覆盖了整个柳丰城 自从灵魂融入了流星内 秦宇的仙石感应能力 达到一种极为恐怖的地步 一个八级金仙 布置的静置 根本阻拦不了秦宇 仙石清晰发现了无波 以及柳明汉的存在 还有那倒下不久的柳韩叔 只见空气一阵震荡 秦宇整个人突兀消失了 恐难 心面感应 一会儿便发现了秦宇所在 三大九级妖王 也是施展开了瞬移 直接离开了这白云 柳明汉居所大厅中 柳韩叔一倒下 那无波刚刚用传讯灵珠传讯后 秦宇整个人就凭空出现在了大厅之内 秦宇直接到了柳韩叔的身旁 抱起了柳韩叔 韩叔 韩叔 秦宇徒劳地呼唤着 然而灵魂已经散去 柳韩叔怎么可能回答他 秦宇全身在颤抖 柳明汉 秦宇盯着柳明汉 双眼犹如复仇的毒蛇一样 你 柳家的大长老 竟然和别人一同害死我的徒弟 害死我唯一的徒弟 不 不是这样的 柳明汉 惶恐解释 是 玉剑宗 跟我没关系 此刻的秦宇哪相信他的解释 刷 秦宇整个人一下子 就到了柳明汉身前 速度之快 简直到了害人的地步 这是秦宇达到暗星后期 第一次全力施展 速度 连八级惊仙无波都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速度不如秦宇 呀 柳明汉整个人惊恐了起来 扑斥 手如同利器 直接刺穿了柳明汉的腹部 然而一把抓住柳明汉的原因 柳明汉犹如惶恐 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面对秦宇的速度 他根本反应不过来 磨刀秘迹 搜魂 秦宇再次展开了搜魂秘术 有流星类的辅助 秦宇轻而易举 知晓了一切 不管是御剑宗暗中的计划 还是刚才在大厅内发生的一切 凡是刚才柳明汉所看到的 秦宇现在都一样看到了 秦宇脑海中 不由看着那一幅幅场景 你跟我说 家族 我有家族吗 柳家给我的 就是侮辱 就是羞辱 我连一个棍都不如 自己弟子那癫狂的模样 让秦宇心中一震 绝望 自己当年幼儿的时候 何尝不是如此 你很惊讶 惊讶我脸为什么这么红对吗 这毒药 你们这些仙人是不懂得 可是我懂 自己弟子 那疯狂不惜一切的表情 让秦宇心颤了 恨哪 即使敌人来了 又怎么样 能杀得了你师尊吗 傻徒儿 都怪为师 我没有让你知道 我的真正能力啊 你师尊有清宇先府 有万寿谱 怕什么 又怕谁 为了我 你竟然自杀了 就是为了能够提醒我 让为师我不要重埋伏 傻徒儿 师尊 徒儿 这有自尊的十年 比那庸人百年千年还要痛快 徒儿的死 能够让师尊你知道危险 徒儿就已经满足了 秦宇看到自己徒弟 蹊跷流血的场景 整个心灵都在发颤 恍惚间 秦宇好像看到 当年自己父王杜劫的时候 自己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场面 同样的决然 同样的不惜一切 我这一辈子 唯一的遗憾就是 他了 蹊跷流血的柳寒书 有如梦艺一般 濒临死亡前 有些弥散的眼神中 却含着一丝不舍 当看到记忆中 柳寒书直挺挺的 缓缓倒下 砸在地面 发出轰的声音的时候 秦宇的心 也仿佛被轰得猛砸了一下 整个人都猛的一颤 那 秦宇全身发颤 双手发颤 全身肌肉 完全崩到了极限 青筋暴突 双眼犹如发怒的狮子一样 狠狠地盯着不远处的吴波 玉剑宗 我要你 血债血偿 两三级惊仙的实力 吴波从秦宇散发的气息中 很容易探查出秦宇的实力 心中自然很是不屑 自己可是八级惊仙 而且还是剑仙 呱 吴波手放在了背后的剑柄上 拔剑 太近了 在不足十米的距离内 一个八级惊仙高手 一个暗星 后期的高手 二人 根本无法躲避 人影与剑气相撞 秦宇身上穿着极品仙气战甲 而他的神气战甲 则是藏在体内 随时都会出现 那道锋利的剑气 披在极品仙气战甲上 剑气没有攻破战甲 但是犹如隔山打牛般的劲力 却在秦宇体内震荡 甚至于袭击秦宇腹部位置 吴波脸上有着一抹笑意 原因脆弱 三级惊仙面对这一招 必死无疑 可惜 吴波算错了 秦宇肉体强韧程度 秦宇虽然只是暗星后期 如果没有各种武器装备 攻击力最多堪比三级惊仙 但是秦宇的身体 却比九级惊仙身体还要强 毕竟仙人很少有练体的 最重要的是 秦宇体内有着无尽的生命原力 刚刚受伤生命原力 就完全修复了 而且 秦宇体内也不是脆弱的原因 而是凝聚到极点的暗星 那净力对秦宇的影响 根本可以忽略不计 只是秦宇的攻击力 能够攻破八级惊仙的防御吗 吴波 身穿终极仙气防御战甲 虽然只是终极仙气防御战甲 但是因为吴波实力强悍 秦宇即使使用极品仙剑 都不一定攻得破 扑斥 秦宇手中陡然出现一把短剑 直接刺穿了吴波的身躯 刺穿了吴波的原因 那防御战甲 根本起不到丝毫抵挡作用 这是我第一次用神气破天杀人 在吴波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秦宇低声缓缓道 神气破天 吴波更加难以置信了 任何一个剑仙都知道 当年第一剑仙 逆扬仙帝的最强神剑破天 这柄短剑 竟然是那柄传说中的神气破天 秦宇和对方实力差距的确很大 如果对方不是因为秦宇一开始散发出来气息 一下子判定出秦宇实力 也就二三级惊仙心中大意的话 绝对不会如此容易就死的 秦宇最后还是靠神剑破天 那无以伦比的锋利杀死了对方 神气 那是绝对可以越几级杀人的绝顶力气 更何况 破天还是一柄中品神气 比至于当年 盘蛮的下品神气 威力更加厉害了得 傻佗 为师没有用剑仙傀儡杀他 而是亲手用着神剑破天杀了他 秦宇看着不远处柳寒书的尸体 心中不惊一痛 秦宇一挥袖 将柳寒书的尸体给收了 寒书 待的事情结束后 我会好好安葬你 至于现在 该让那些只会躲在暗处的人 给你陪葬了 秦宇目光发寒 只见剑仙傀儡身体陡然出现 一道光芒 从秦宇本尊内 射入剑仙傀儡身体内 秦宇的灵魂 已经进入了剑仙傀儡的身体 一挥手 秦宇将自己的本尊肉体 收入了秦宇仙傀儡内 自己的肉身 当然比剑仙傀儡重要 毕竟只有靠自己的肉身 才能修炼 而且自己的身体 拥有着无限的发展性 只是 现在论坚韧程度 还是剑仙傀儡身体强 现在 秦宇根本不想防御 他 只想要杀戮 疯狂的杀戮 直接推开了大厅大门 在大厅之外 孔兰 图刚 但孟三人正恭候着 他们早就知道 秦宇在里面 只是不敢去打扰而已 主人 孔兰三人躬身 秦宇抬头 看向天空那轮暗红色月亮 孔兰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这暗红色月亮照耀下 这片风月星的大地 还是不够红啊 孔兰瞳孔一缩 眼中闪过一丝残酷的嗜血 出声道 那就该用鲜血 将其染红 听到孔兰的回答 秦宇缓缓点头 你说得很对 是该用鲜血染红 而且是用高手的血 将其染红 说完 秦宇目光投向天空 散发的庞大气息 更是让整个柳峰城上千万的修炼者 颤抖了起来 这些修炼者 都感应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三名先帝 血红色的叶 三道身影 凌空而立 冰冷的目光 看着下方三人 三个九级妖王 还是神兽 实力是不错 三人中为首的前起先帝 但笑着说道 而这个时候 连续十道身影 也急速飞了过来 第一批十个 九级精先到了 你是秦宇失门的人 前起先帝看向秦宇 他感到秦宇有些鬼秘 秦宇脸上 只有着一道残酷的冷笑 我门下弟子 被你的人杀了 秦宇的声音响起 那是我唯一的弟子 而且是为我而死 声音之中 蕴含着无尽的怒火 那是身藏在九幽深处的 无尽地狱火 前起先帝 玉卿子 下华先帝三人 根本不在乎 这个时候 一批批九级精先都 接连赶到了 玄机是一批批八级精先 近七十名九级精先 还有近两百名八级精先 秦宇瞳孔中 发出森寒的冷光 近三百人 在空中围成了两个大圈 所有人都看着 下方的秦宇几人 近三百人 而且最低的一个 都是八级精先 这群人形成的气息 简直让人窒息 人 差不多到齐了吧 秦宇的声音响起 所有精先听到这话 都不由一愣 秦宇深吸一口气 心中低难 傻驼 有个事情 为师一直不知道 剑仙傀儡最强的身体 加上神剑破天最强的攻击 两者相加会有多大的威力呢 秦宇目光扫向周围 无数的精先 不过 今天为师会亲自实验一下的 第十二集秦宇 第21章 陪葬吧 此次羽皇一方的一行人 实际首领 无疑是前启先帝 毕竟前启先帝 买是羽皇麾下三十六军之首 无论是实力还是地位 都超过御卿子 甚多 可是你杀我的徒儿于典 御卿子居高临下喝道 如今御卿子一行人 自认为一切都在掌控当中 这御卿子也想要在动手之前 搞清楚 杀死自己徒儿 于典的凶手 到底是何人 是我 秦宇抬头冷视御卿子 我不单单杀了你徒儿于典 今日我还要杀你更多的弟子 大言不惭 御卿子怒目一瞪 而这个时候前启 先帝的传音 在御卿子脑海中响起 御卿子 别忘记了羽皇之令 我们最好能够将其活捉 如果不能活捉 再杀死 施展搜魂之术 不迟 前启道兄 是我鲁莽了 御卿子传音道歉道 为羽点报仇 是小 完成羽皇的任务 才是最重要的 前启先帝 淡然看着秦宇说道 我乃前启先帝 羽皇挥下三十六军之首 我绝不杀无名之人 速速报上名来 前启先帝 想通过这招 知晓对方名字呢 羽皇 三十六军之首 秦宇虽然杀气充斥整个胸膛 但是前启先帝的话 还是让秦宇心敌 有了一丝警觉 敌人单单 要为一个羽点复仇 他愿然道 前启道兄 不必跟他废话 按照羽皇之令 直接将其杀死便是 到时候在死亡那一刻 施展搜魂之术也不迟 御卿子冷然说道 御卿子甚至于光明正大说这话 让秦宇知道 你就狂傲吧 御卿陛下亲自下令要对付你 你 岂能存活 御卿子冷视秦宇 秦宇的头脑 一直处于发热状态 但是心底却强迫自己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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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此次行动 显然是受羽皇之令 所以羽皇肯定听到了 秦宇这个名字 在凡人界的时候 无论是清虚观 还是音乐宫 都有办法和上界传递消息 那华颜在凡人界之中 肯定会和仙界汇报情况 十有八九 我的名字 这个羽皇也知晓 忽然秦宇涌出一丝怒意 我就不相信了 如果我真正想要逃跑 茫茫仙魔妖界 无限广阔 羽皇又怎么可能找得到我 秦宇杀意开始奔腾 此件事情结束 我有流星类辅助 可完全收敛气息 一离开着 直接直接变换了模样 谁也不可能认出我 秦宇心下有了把握 无后顾知忧 秦宇还怕什么 顿时 无尽的怒火 秦宇不再压制了 一下子 完全充斥了整个大脑 浅起道兄 别和他浪费时间了 直接动手杀了 玉卿子劝说道 浅起先帝看着秦宇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只要束手救秦 至少可以暂时保住小命 否则 我一声令下 你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 秦宇舔射了嘴唇 眼中闪过一道 嗜血的光芒 孔安 屠刚 但梦三人 一直静静等候着秦宇之令 羽皇 你弄如此大手笔 想必是要弄清楚 我身份吧 那我也不能让你失望了 秦宇心头涌出一股疯狂的杀意 瞳孔不由收缩 浅起先帝看到秦宇表情 知道对方 不会束手就擒 当即下令道 众人听令 不惜一切杀死此次人 是 七十名九级精仙 两百名八级精仙 同时应命 声音在天地间震荡 整个柳枫城的所有修炼者 心中都是颤抖着 只敢悄悄透过窗户 看着柳枫城上空 那一个个高不可攀的身影 呼 呼 呼 犹如剑雨一般 无数的剑气 光滑 直接朝下方的四人射去 秦宇四人 一下子被剑气 光滑 完全给包围了 万寿谱内 所有八级妖王 九级妖王 全部给我上 在前起先帝 下令的同时 秦宇也心念传令 四十颗极品原灵石 能够让剑仙傀儡之身 消耗多久呢 傻佗 这是为师带给你的祭奠血液 秦宇看着剑气射来 整个人突然动了 秦宇整个人 化作一道黑色的残影 直接地穿入了 天空中的九级精仙阵营 鲜血一下子 便横洒夜空 只要是秦宇身体残影过处 那一个个九级精仙 进阶坠落下来 那一个个九级精仙的腹部 都被冻穿了 他们的原因 进阶被刺穿 秦宇仗着剑仙傀儡防御的强悍 根本不顾对方的仙剑 剑气攻击 整个人以最快的速度 靠着神剑破天的锋利 收割着对方的性命 怎么可能 前起先帝 玉卿子 下华先帝 都是大吃一惊 即使是先帝 身体的防御力 还没有达到如秦宇这般 无视所有九级精仙的攻击 仅仅一个恍惚的时间 秦宇就已经连杀十二个九级精仙 屠杀 这就是屠杀 呀 惨叫声从远处传来 前起先帝 玉卿子 下华先帝三人 此刻才注意到远处八级精仙的阵营中 竟然凭空出现了一个个身影 那些人一个个疯狂无比 只听的刷刷声 一个个人都出现了 万寿浦 第二层 九级妖王 二十八个 八级妖王过百个 这一批人马 也终于杀了出来 一开始惊慌失措的精仙大军 损失了不少好手 但是一会儿这些八级 九级的精仙 也和灵兽们对杀了起来 有的精仙看敌不过对手 就立即遇见逃跑 眨眼功夫便是万里之外了 可是灵兽也是瞬间追了过去 战斗原本只是在柳丰城上空 但是随着厮杀的激烈 波及的区域是越来越大 轰隆隆 爆炸声不断响起 八级 九级精仙水准的厮杀 澎湃的能量不断撞击着 就仿佛万千道天雷不断的轰鸣着 不单单是柳丰城 连风月星其他两大城池内的修炼者 也听到那骇人的声响 剑气纵横 光滑四射 防无倒塌 山体崩裂 大河断流 数百个八级 九级精仙级别的高手 疯狂对杀 整个风月星 仿佛都陷入了无边的地狱之中 风月星本土最强的高手 也就一两级精仙实力 也抵挡不了这些高手的一级 末日 无数的修炼者 心都直发颤 第十五个 秦宇 整个人从一个九级精仙身体内穿了过来 那一个九级精仙 整个人化为七八份 鲜血血肉四洒开去 秦宇随手便将原因收入了雁玄之间 忽然 翠绿的剑气 仿佛从天而降 提向了秦宇 秦宇刚想躲闪 只是突然感到 仿佛整个人在泥潭中一样 速度下降了许多 根本来不及躲闪了 秦宇反手就是用短剑挡住了那道剑气 犹如被重锤砸在身上 秦宇猛地坠落下来 能量消耗得好快 仅仅是挡住这一剑 秦宇赶到自己的九颗极品源灵石 竟然消耗了三成能量之多 秦宇是我一剑不死 你实力果然不错 玉卿子站在秦宇前方 冷试着秦宇 你刚才敢硬扛那么多攻击 身上穿的是不是神器战衣 浅起先帝 下滑先帝二人也看向秦宇 三大先帝目光灼热 刚才秦宇肆无忌惮的杀人场景 他们都看到了 除了神器战衣的解释外 他们根本想不到 神器的珍贵 可想而知 更别说防御类的神器了 三大先帝都眼红了 秦宇没有动 只是看着玉卿子 刚才你用了什么手段 怎么让我犹如陷入泥潭中一般 秦宇直接贺问道 玉卿子 前起先帝 下滑先帝三人都是一阵 达到先帝级别 便可以控制玉的能量变化了 难道你连整个都不知道 玉卿子错了道 玄机冷笑道 你不用故意在这装聋作哑了 玉卿子再次出剑 这一次 秦宇清晰看到了 那一道迷蒙的剑光 玉卿子的仙剑一出 仙剑周围的空间 仿佛波浪一样弥漫开来 同时无数的剑气 自然在这个空间出现 不断地朝仙剑本体汇聚 这就是玉卿 秦宇心中猜测 主人 敌人九级金仙太多了 而且不少是金仙 许多兄弟 看不住了 孔兰的声音 在秦宇心中响起 秦宇身形飞退 同时 仙石弥漫开来 只见一处处厮杀 玉剑宗的人马 实力的确强悍 八级金仙对八级妖王 只是这些金仙 许多都是攻击力极强的剑仙 这使得秦宇的灵兽 大军吃了大亏 一个个八级妖王 九级妖王们 在敌不过对手 即将被杀的时候 都不约而同地 逃入了万兽仆妹 这使得不少金仙憋屈的发现 自己刚要将对手杀死 对手就如同顺一样 凭空消失了 但是同样有厉害的八级 九级妖王 这些妖王大多是神兽 他们也将对方金仙杀的人养马翻 撕裂对方身体 毁掉对方原因 让金仙们魂飞魄散 金仙杀妖王 妖王可以逃入万兽谱 妖王杀金仙 金仙却是无处可逃 鲜血染红了夜空 一条条生命就这么消失了 绝大部分都是金仙一方的 秦宇发现一个个面临危机的 重伤的妖王逃入万兽谱内 而可怜的金仙 却无处可逃被杀的时候 心情不由大好 实在不行了就躲入万兽谱中 至于剩下的人 秦宇感受到体内无尽的力量 交给我就可以了 手中神剑破天 秦宇握得很紧 是 主人 秦宇看向远处的玉青子 出声道 玉青子 我记得银贤心系 就是在你的掌控之下吧 你可以算是银贤心系第一人吧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想浪费时间 此次你必死无疑 不必再动其他脑筋 玉青子冷看着秦宇 而前起先帝和下滑先帝 则从另外两个方位包围秦宇 秦宇根本不在乎这一切 只是看着玉青子 不是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封月星柳家有个弟子 名为柳涵书 他25岁那年才金丹中期 25岁才金丹中期 听到这句话 玉青子也不由嘲笑柳涵书资质之差 柳涵书可以算是生活在最底层 被人嘲讽 被人歧视 他25岁那年生活遇到了转机 秦宇说到这里的时候 前起先帝和下滑先帝 正暗中布置禁止阵法 只是秦宇毫不在乎 玉青子也乐得拖延时间 挺直腰杆自由的日子 他只过了十年 他死了 为了我被你的人死了 秦宇声音很平淡 不淡不怒 甚至于还有着一丝笑意 只是那笑容让人心寒 所以 我想让这个百个八截 九级惊献 甚至于先帝为他陪葬 秦宇轻轻扫了周围三大先帝眼 一个25岁才金丹中期的废物死了 你还想先帝为其陪葬 做梦吧 玉青子忍不住讽刺道 是不是做梦 刚刚想起三道绚丽的光滑 分别从三大先帝手心射出 秦宇整个空间仿佛扭曲了一样 扭曲的空间充斥了三色光芒 砰 秦宇所在的区域完全爆炸了开来 一瞬间 那区域犹如太阳一样 刺眼 照耀了 整个柳封城 差不多死了吧 前起先帝信心十足 就是我面对这一击 估计也是要当场生死 其他两个方位的玉青子 和下滑先帝也是认定秦宇必死 然而 爆炸处离功力最弱的下滑先帝 只有数十米 一道残影 从爆炸处迸发而出 数十米的距离 根本可以忽略不计 那下滑先帝 只能本能地躲闪 并且抵挡 短剑先行刺入下滑先帝体内 直接刺穿了原因 旋机短剑朝上方猛地一划 划出一个近乎半米长的巨大窝口 秦宇双手一抓 便将下滑先帝撕裂成两份 鲜血洒满了大地 秦宇整个人凌空站立 身上还沐浴着下滑先帝的鲜血 在血红色的月光下 秦宇整个人显得更加恐怖 傻途儿 这是为你陪葬的第一个先帝 秦宇心中低难道 随即秦宇整个人再次动了 化作一道流光残影 到了玉卿子身前 第十二集 秦宇第二十二章潜逃 无论是玉卿子 还是前起先帝 看到刚才那一幕 都被镇住了 在三人联手一击之下 秦宇竟然没死 下滑先帝瞬间生死 让前起先帝二人更加吃惊 这个时候 秦宇竟然朝玉卿子杀去 而玉卿子面对秦宇这疯狂的攻击 唯一的反应就是 毫不留守的 就是一箭 砰 秦宇整个人被劈地飞退了数百米 随后秦宇整个人凌空站立 遥遥看着不远处的玉卿子 以及前起先帝二人 实际上如今的秦宇 正在急速地换用极品原零石 能量消耗光了 换九块新的极品原零石 秦宇将这剑仙傀儡身躯中 极品原零石换取 只是刹那的时间 玉卿子攻击太猛了 仅仅挡一剑 最起码消耗个三成左右的能量 刚才这三大先帝联手攻击的时候 幸亏是一种禁止攻击 将我锁定在哪 如此我才能不动用体内能量防御 任凭那能量轰击在我身躯上 秦宇心中暗叹 使用剑仙傀儡之身 最麻烦的 就是需要供应能量 当然秦宇 秦宇也可以控制不使用体内极品原零石能量 可是一旦不使用 比如刚才的一件 秦宇整个人可能会犹如一颗流星 被劈得飞出风月星 他要使用能量抵消那股冲力 自然消耗了能量 玉卿子 刚才我说了 要让先帝为寒淑陪葬 你不是不相信吗 秦宇微笑着说道 玉卿子和前起先帝 真的被镇住了 当初三大先帝联手一击 秦宇都可以不死 这太变态了吧 我还说了 要让过百的八级金仙 九级金仙为寒淑他陪葬 现在死的八级金仙和九级金仙有多少了 秦宇笑着说道 玉卿子和前起先帝 不由先时散发开来 这一看到是大吃了一惊 两百名八级金仙 如今竟然死去了130多个 而70名九级金仙 也死了近30个 而如今孔兰 屠高 但梦还带领着十几个人继续厮杀着 其中以孔兰最为抢眼 身上拥有着极品仙气战衣 又拥有着极品攻击仙气 加上孔兰本身的实力 这里的九级金仙 根本无人是其敌手 极品仙气战衣 玉卿子眼睛不由一亮 他也不顾秦宇了 整个人一下子便穿梭数百米 一道剑光 便到了正处于厮杀中的孔兰头上 孔兰盲将极品战刀挡去 一级先帝的剑衔 九级妖王的神兽 但是其中一人是偷袭 另外一人却是仓促抵挡 孔兰口中长吐一口鲜血 飞退开去 玉卿子冷笑 紧接着便要追杀 而这一刻 秦宇根本来不及救主 陡然 飞退中的孔兰 整个人消失了 玉卿子惊恶地看着这一幕 空气震荡 一道残影 眨眼便到了玉卿子面前 玉卿子仅仅看清那冷漠嗜血的双眼 毫不犹豫的 玉卿子手中仙剑 发出了惊人光滑 一股爆炸声响起 玉卿子和秦宇相反方向退开了 又消耗了三成能量 秦宇心中无奈 这个玉卿子攻击力 比那个下滑仙帝强多了 一剑处就可以将我给劈开 我靠近他身体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那一剑 无论如何 我都无法以身法避开 身为三十六军之一 岂是如此容易就被杀的 玉卿子 这个家伙 仗着神器战衣防御强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靠身 前起先帝传音道 我知道 我的玉环 剑绝之下 他休想靠近我 玉卿子挺有自信 传音道 前起道兄 我感觉他本身实力 应该不算强 如果前起道兄 使用镇山应爵 隔着神器攻击他 虽然攻击力只剩下一成 但是应该足以杀死他了 镇山应爵 前起先帝眼睛一亮 秦宇看着这两大先帝 也不知道 这两大先帝 暗中传音什么 只是刚才连续几次攻击 秦宇发现自己 都奈何不了对方 傻托儿 为师 现在实力 还不够啊 根本无法靠近对方 秦宇目光一扫旁边的九级精先 如今九级精先才死30个而已 不能再杀一个先帝 只能用更多的九级精先 为你陪葬了 一道黑色光线 射向一名名九级精先 凡是被那黑色光线穿过的 便是必死无遗 而如今的前起先帝满脸肃穆 手直硬绝 双手正发出道道清光 秦宇的青色符号 缓缓出现在了前起先帝的双掌掌心 当黑色光线连杀12个九级精先的时候 哄 秦宇感到仿佛陷入了泥潭 只是比上一次情况更严重 而同一颗天空中差不多有七八米大的巨大青色手掌 狠狠朝秦宇砸了下来 砰 秦宇躲闪不及 直接被这掌印砸在了身上 秦宇整个人被砸得坠落向地面 秦宇只感到一股奇异的尽力 竟然透过外表的战衣 穿入了自己的体内 不断地朝深处传递着 一直传递到九九元灵阵处 秦宇吓得心中一跳 如果九九元灵阵坏了 那剑仙傀儡之身不就完了 只见那奇异尽力传递到九九元灵阵外围的时候 竟然烟消云散了 心中松了一口气 秦宇忙使用体内极品源灵石能量 抵消身体 急速下坠的冲力 在靠近地面的时候 秦宇整个人终于停止下坠了 九块极品源灵石 竟然只剩下半成左右的能量 秦宇感到体内能量消耗之恐怖 不由心中吃了一惊 死吧 砰 掩起先帝的另外一个掌印 又再次砸了下来 那掌印硬生生 砸在秦宇脑袋上 那股力量 让秦宇整个人 被砸入了地底之中 不断朝地底陷入 透过战衣穿入体内的奇异禁力 再次传递到九九元灵阵的时候 自动散了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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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宇的剑仙傀儡之身 不断撞击着地底岩层 不断朝地底深处下坠 而秦宇整个人体内的极品源灵石能量 已然消耗光了 这个浅起先帝太恐怖了 如果我是使用本尊身体 即使穿着神器战衣黑凝血 估计前起先帝也能够 透过神器战衣 将我重伤 甚至于杀死吧 秦宇能够感觉到 那一掌打在身上 绝大部分能量都作用在体表 但是依旧有一成左右的奇异禁力 穿入体内 前起先帝的一成禁力 如果是秦宇的肉身 估计还真的危险了 只是这剑仙傀儡身躯 不但外面不可损坏 内部也是同样 不和这前起先帝斗了 随便两掌就让我 体内的极品原灵石 能量消耗个精光 秦宇立马再次换取了 九块极品原灵石 秦宇努力停止下身体 秦宇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被一掌 劈到地底岩浆 中了 灵兽都逃入万兽谱了 我现在也无所顾忌了 只是这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一定要弄清楚 说实话 秦宇到现在对敌人的 真正目的 还是不过清楚 敌人到底是为了 探寻自己身份来 还是为了给雨点报仇 就在秦宇思考的时候 秦宇忽然发现 那浅起先帝 竟然沿着自己 撞下来的这条通道 杀了下来 秦宇毫不犹豫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 一个劲地冲了过去 没人敢瞬移 毕竟此刻两方面 厮杀空间震荡 这一瞬移 说不定就被 混乱的空间给搅碎 仗着身体 强刃 秦宇从地底岩浆 一口气冲出了地表 先时 一下子发现了 不远处的一个八级金仙 秦宇 也不顾身后追杀而来的 前起先帝 直接朝那八级金仙冲去 这个八级金仙 原本是和一个八级妖王厮杀 一直从柳丰城 厮杀到阎山城城外 谁想八级妖王 最后凭空消失了 此刻这个八级金仙 正愤怒着呢 呀 八级金仙只看到 夜空中一道模糊的影子 一傻而逝 随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秦宇手如爪 抓着八级金仙的脑袋 磨到搜魂 搜魂秘书 是靠灵魂之力施展 秦宇 虽然是在剑仙傀儡的身体 却一样可以施展开来 当搜索了这名 御剑宗的三代弟子后 秦宇心中了然了 御亲子 前起先帝等人 召集高手齐聚红叶星 目标 竟然不是为宇点复仇 秦宇心中终于明白了 对方不是为宇点复仇 那只有一种可能 宇皇真的怀疑自己了 怀疑就怀疑 宇皇 等你的属下汇报给你后 想必你也能够猜得出 我拥有万寿谱了 只是你可能找到我吗 秦宇心中充满自信 流星类 可以完全收敛气息 只要秦宇再变换一下容貌 就是御亲子 前起先帝等人 看到秦宇怕也认不出来 陡然 一股恐怖的能量 从天而降 秦宇已然发现 远处飞来的前起先帝 是我灰尘吧 神剑破天变大 秦宇直接脚踏神剑 破天飞行了起来 这脚踏神剑破天 秦宇的速度 一下子达到了一个新的地步 一下子将前起先帝 远远甩开了 前起先帝 眼睁睁看着秦宇 一下子将他甩掉了 过了一会儿 御亲子 以及幸存的九级金仙 八级金仙赶上来了 这个时候 九级金仙只剩下二十几个 八级金仙 也只剩下五十个左右 几乎所有人都带伤 前起道兄 人哪 御亲子看向前起先帝 前起先帝满是苦笑 已经逃了 此次一战 对方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估计就自家金仙自爆的时候 让敌人损失几个人吧 而自己这方 却损失了大部分人马 甚至于还死了一个先帝 而秦宇 却得到了一大批的八级 九级金仙 甚至于一个先帝的原因 至于秦宇逃到了哪里 谁又能够知道 第十二级秦宇 第二十三章 席双 柳家家主柳云路 这个时候非常的恐惧 特别是感受到 那在天空中进行的战斗 散发的骇人见起能量 就愈加担心害怕 无论是御剑宗一方 还是秦宇一方 两方的势力都强得可怕 近三百的金仙 最差的一个都是八级金仙 这是多么强的势力 柳家家主心头发颤 那八级金仙无波暗中 接触柳家家主 和柳家大长老的时候 就透露说 此次前来的高手 最低的都是八级金仙 至于柳家家主知道来的人数 还是因为那星球传送阵 正是如今柳家掌控的 乃多少人 柳家当然知晓 那秦宇背景也太大了吧 竟然和御剑宗一方 杀得不相上下 柳家家主一想到大长老被杀 就感到两只腿有些软 如果遇见踪影了 可能因为秦宇是我柳家客亲 而怪罪我柳家 如果秦宇赢了 他能够杀大长老 也可能灭我柳家 无论谁赢 对柳家都没有好处 柳家家主只感到 前景一片黑暗 爆炸声渐渐消失了 柳家家主感到这血红色的叶 开始恢复了平静 静得连一丝声音都听不到了 这使得柳家家主心中 郁家忐忑 坐在书房内 柳家家主胡思乱想着 忽然 一连串的破空声 就在书房外面响起 柳家家主脸色一变 柳云露 出来 一道怒喝声 从书房外转来 该来的还是来了 柳云露心中暗叹 随后挤出一丝笑容 挺直腰杆 拉开房门便走了出去 而外面 正是一肚子火气的 玉青子一方人马 玉青子 前起先帝为首 幸存的七八十个金仙在身后 来的时候八级金仙 九级金仙加起来 数目过两百七 而如今 却死了近乎两百个 还包括一个先帝 柳云露 这是我遇见宗宗主 这是前起先帝前辈 一名九级金仙 贺道 柳云露 当即躬身道 柳云露 拜见两位前辈 这个时候 柳云露看起来丝毫不紧张 当一个人恐惧害怕到了极限 就会如同柳云露一般 什么都不再怕了 因为最坏的情况 他都有准备了 你是柳家家主 玉青子 目光森浪 是 柳云露躬身低头 玉青子缓缓道 此次捕杀秦宇师门长辈的行动 是与皇陛下下令的 可是这一次 我们却让那个家伙给逃掉了 而如你们所说的 那个秦宇 我们搜遍了整个风月星 也没发现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 如今风月星传送阵 乃是你们柳家掌控的 他 如果走 你 柳家 应该知道的吧 玉青子则问道 柳云露 心中一响 便道 秦宇功力达到精先水准 估计他提前得到消息 然而就直接施展大挪移 到达其他星球了 这也不是不可能 玉青子脸上煞气隐隐 一旁的浅起先帝 也同样有着一丝不高兴 这一次 他们输得很惨 那玉青子更是怒得 要大杀一场 如果不是强压心头 愤怒 他玉青子早就愤怒的发疯了 这一次 玉剑宗精英弟子损失八成 连二代弟子也只剩下两个 整个迎贤星系的高手 数目已然远远不够了 他玉青子在羽皇中的地位 可能也要下降 浅起先帝 同样任务失败 虽然他自己所掌控的星系 不再拦弯心域 但是羽皇给的如此重要任务 没完成 浅起先帝也不会高兴 告诉我有关于秦宇的一切 特别是那个秦宇 可能到什么地方 浅起先帝出生到 浅起先帝 玉青子等人 将刚才和他们厮杀的人 以及秦宇分别对待了 他们认为 没有线索去找秦宇的师门长辈 只有先找到秦宇了 秦宇可能在什么地方 柳云路陈吟 浅起先帝 玉青子盯着柳云路 哇 有个 可能 柳云路忽然眼睛一亮 忙到 两位前辈 当年那秦宇第一次抵达风月星 便是向我们要前往妖界的星际地图 而且再和秦宇谈过几次 秦宇是一直想要去妖界的 浅起先帝和玉青子结识心头一喜 妖界 两大先帝相识 说 还有什么方法 找寻秦宇 浅起先帝又再次询问道 他们想要将柳云路所知道的全部榨干 柳云路思考了许久 还是茫然地摇了摇头 玉青子眼中闪过一丝脑目 又问道 咦 整个柳家 除了你和你家大长老 还有谁跟秦宇走得比较近 没了 即使有 也死了 柳云路显然想到了柳寒书 只是柳云路发现大长老死的时候 也在柳家灵魂遇检藏所中 发现柳寒书的灵魂遇检 碎裂了 玉青子 前起先帝一行人在 风月星逗留了半语 仔细地查探了一下蛛丝马迹 最后却只能无奈地 有些虎头蛇尾地 回到了红叶星 隐隐约约 弥漫的云雾中 近乎透明的白沙障飘荡着 沙障内 紫袍中年人 一人盘膝 坐在其中 身前的小桌上 有着一杯茶 只是他的对面 已经没有了轻衣的剑线 防御极强 一式神器战衣 宇皇嘴角含笑 看来真的 有可能是逆秧的黑凝雪神器 战衣了 那人能够杀死下滑 看来实力也就九级金仙 一级先帝左右 八级 九级的妖王 很多 宇皇看着传讯灵珠来传来的 消息不由摇头微笑 当初华言传来的消息说 万兽谱被秦宇的诗书蓝风得到 看来那大杀四方的人 就是蓝风了 只是放出妖王 蓝风的实力 应该是九级 金仙 从几条信息中 宇皇已经推测出一些讯息 显然已然知晓 神器万兽谱 黑凝雪的存在 宇皇自然很容易 推断出其他的神器 如逆阳先帝专属的破天神剑 还有仙魔妖界第一宝物 迷神图卷 即使知道这些消息 宇皇脸色也是几乎毫无变化 只是眉毛稍微一线而已 前往妖界 看到玉卿子传来的消息 宇皇 微微一愣 但是一会儿便明白了 华言曾经说过 那秦宇有两个兄弟 其中一个 甚至于是火金水源 看来他的两个兄弟 飞升到妖界了 他想要去寻找 一切宇皇猜的 都八九不离十 随后宇皇 淡然下达了几条命令 举起茶杯 微微明了一口 宇皇目光投向西南方 蓝湾星域 到妖界 直接从仙界穿梭 向西前进 应该是最近的路了 而仙界 也是我势力 最强的地方 蓝风 秦宇 我的重重阻碍 你们书指二人 穿得过去吗 宇皇笑容绽放了 哈 轻轻吐出一口气 宇皇自言自语道 迷神图卷啊 迷神图卷 即使是我 听到你的存在 也不由心动啊 宇皇实在太大了 单单靠自己 不要去肚结 成功的可能性太低了 迷神图卷 你回到仙魔妖界的消息 一旦被传播出去 那些老朋友们 想必都会离开 自己的老巢吧 宇皇举起茶杯 一饮而尽 猛然站起 上一次是逆秧 他得到迷神图卷 只是他运气不好 中了神界独虫之毒 神界 即使一个独虫 也不可小瞧啊 只是这一次 我却是第一个 知道迷神图卷消息的 这一次该轮到 我得到迷神图卷了 宇皇脸上笑容愈加灿烂 目光仿佛穿过了白雾 穿过了空间 看到了 秦宇 从蓝湾星域 前往妖界的各大传送阵 查得非常严 特别是出现妖界之人 连玉亲子和前起先帝二人 也是仔细地去看 各个有嫌疑的人 毕竟玉亲子 前起先帝他们看过秦宇 以及孔安 屠高 但梦似人的 宇皇的影响力 很强 他实际 掌控的星系 就超过二十个 当然 他不可能掌控一整个星域 整个仙界的三大势力 所掌控的星系 都比较分散 没人可以掌控完整的一个星域 宇皇自己 控制二十个星系 同时有不少友好势力 甚至于附庸势力 所以宇皇控制着一片 十分大的区域 搜索 可是任凭玉亲子 前起先帝二人 跑断了腿 看过所有 可疑的对象 也没有发现 秦宇 孔安等人 这个结果 倒是让远在大本营的宇皇 有些惊讶 一颗比较繁华的星球上 玉亲子和前起先帝 正并肩而行 前起道兄 刚才宇皇传令了 我二人 终于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 玉亲子常常舒了一口气 前起先帝 也是无奈一笑道 玉皇陛下 显然对这个秦宇所在的宗派 非常的关注 让我们全力去捉拿这二人 监控 几乎每一条要道 特别是通往妖界的要道 可是 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秦宇和他的师门长辈也怪了 仿佛蒸发了一样 一方逃走 我们也没找到 现在也是的 呵呵 还真是挺有趣的 我们监控如此之严都 找不到 难道 他们在星际间前进 根本不使用星际传送阵 而是直接使用 大挪移 玉亲子忽然说道 前起先帝遗症 不断使用大挪移 进行星际旅行 就是先帝也不会如此疯狂吧 大挪移的距离 虽然比顺移大上很多 可是要进行星际旅行 那也太累了 不但消耗功力 而且浪费时间 用星际传送阵 不但轻松 而且速度快 距离远 如果秦宇和他的师门长辈 真的使用大挪移前进 那倒真的可能避开羽皇的人马 前起先帝笑着道 只是那样做 未免太疯狂了些 仙界魔界交接的蓝湾 星域一共有十大星系 其中最大的一个星系 名为蓝月星系 蓝月星系 整体看起来成弯月星 其中有两个极为庞大的星球 一个名为引地星 引地星处于蓝月星系北部区域 内部高手如云 在一般星球比较稀少的金仙高手 在引地星 却是随处可见 这引地星之主 毕竟乃是公认的仙界第一高手 引地 蓝月星系两个极为庞大的星球 另外一个便是蓝火星 蓝火星 是整个蓝湾星域的核心星球 极为的繁华 即使是在整个仙魔妖界无数的星球中 蓝火星也算上 最顶级的那种超级繁华星球 内部仙界高手 魔界高手 妖界高手 乃至于某个神秘区域的人马 都有 一片鱼龙混杂 蓝火星上 有一算上中上档次的酒楼 蓝月酒楼 这是一座十八层高的豪华酒楼 对于仙人 魔界高手而言 别说建造十八层的酒楼了 就是建造过百层的高楼宫殿 也是轻而易举 蓝月酒楼二层内 正有不少客人在饮食 少爷 回去休息吧 这顿饭菜 已经是很久了 饭菜都凉了 一名名模好齿的俏丽锦衣丫鬟 轻轻拉了拉自己少爷的手臂说道 这丫鬟是妖界 中人 如今已经达到六级妖王境界 本体是一只小白兔 他的少爷是一名青年蓝衣男子 玩 不要着急 待少爷将这酒喝完再回去 可好 这青年男子对自己的丫鬟态度倒是极好 丫鬟玩鼓着小嘴巴 看着自己的少爷 只能点了点头 那蓝衣青年男子微微一笑 随即又满油油饮酒 目光则是透过旁边的窗户 看着这个繁华的大城市 街道上来往的都是一群群高手 在蓝火星内 精鲜高手也是随处可见的 这就是一个心域的核心心球 浩月酒楼虽然不是最顶级的酒楼 可是一天住宿价格 也有100下品元零食 不是一般人能够住得起的 青年老板 那蓝衣青年男子忽然出生到 一名富太的中年人听到喊声 当即转过头看了过来 呀 是席双公子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能够见到席公子 说着便乐呵呵地走了过来 第十二集 请与第二十四章 折服 青年 是浩月酒楼的老板 在蓝火星也算上一个地头蛇 拥有财富 也赶得上风月星那种小星球上的大家族了 蓝火星上有钱的人很多 柳明翰 颜高等人来到蓝火星 也就一个普通人而已 在蓝火星 风月星那种小星球的大人物 随处可见 由此可见蓝火星的地位 在这里 甚至于有可能见到仙界或者魔界的魔地级别高手 浩月酒楼老板庆年 认识这个席双公子是半月前 他能够记住席双公子 主要是因为席双公子出手之大方 这浩月酒楼一日住宿一百 而席双公子来的时候 很是随便地放了十块上品原零食 说了一句话 住宿 吃饭就在里面扣 什么时候不够 告诉我 十块上品原零食 这就是十万 绝对够席双公子常住下来了 这样的豪客 还是很少见的 因为一般常住的人会 直接在外面租个庭院或者买下 很少会长住酒楼 浩月酒楼有十八层 第七层到第十七层 皆是住宿的房间 每间房子面积都极为的大 当日 庆岩也和席双公子同桌喝过酒 因为庆岩看到席双公子的丫鬟 就知道席双公子不是一般人 这个丫鬟功力达到六级妖王境界 而且还是妖界中人 而席双公子散发出来的气息 也就二三级惊心而已 主人比丫鬟弱 这只能说明 这个主人是某个大家族的 否则想要让一个实力 比自己强那么多倍的人当丫鬟 太难了 席公子 半个月过去了 席公子还住的习惯吗 庆岩走到一旁笑着说道 坐 蓝衣青年微笑道 庆岩老板急匆匆出去 是想做什么呢 蓝衣青年微笑着询问道 庆岩微微一正 蓝衣青年很是自然道 如果有什么隐秘 也不用多说了 我只是随便问问 一旁的丫鬟 我儿则是嘟了嘟嘴巴 少爷问你话 你还白扑 玩 蓝衣青年看了丫鬟玩一眼 玩当即吐了吐小舌头 不敢多说了 庆岩呵呵笑道 习公子 不用怪碗姑娘 这事情也没什么隐秘 我好跃酒店每次收的钱财 大多是夏品原零食 极少是中品原零食 上品原零食极为的少 所以 每过一段时间 酒楼内就积蓄大量的夏品 中品原零食 我是想要出去 换成上品原零食 哦 蓝衣青年了然 也对 你这酒楼收费就那么高 一般人又怎么会使用 上品原零食呢 对了 你这零碎的夏品 中品原零食 准备去哪兑换呢 庆岩嘿嘿一笑道 习公子 你这就不知道了 我想要换取大额的 渠道还是有些的 蓝衣青年微笑点头 论对蓝火星的了解 我是远远不如庆岩老板啊 公子不用这么说 公子平常办事 都有下人帮忙解决吧 繁琐的事情 你怎么会亲自动手 对一些弯弯道道 不知道也正常 庆岩当即笑着说道 这庆岩早就感觉到 席双公子不一般了 不单单是从丫鬟上看出来 还有那种气质 那种孤傲淡然的气势 浩越酒楼中出入的大多是 金仙 也经常有些实力强的八级 九级金仙 或者八级 九级的魔王 只是这个席双公子 对那些人丝毫不在乎 蓝衣青年微笑着道 说道兑换钱财 我忽然有一件事情 想要拜托庆岩老板 席公子 请说 只要能够帮忙我 定会帮忙的 庆岩当即说道 蓝衣青年点头道 最近我想要好好修炼一场 只是身边极品园灵石 太少 而上品园灵石中 园灵之气能量纯度 还不够 我想让庆岩老板 帮我用上品园灵石 我自己修炼都嫌弃 纯度不够 我自己修炼都难得 使用上品园灵石呢 用一次都心疼呢 幸亏蓝衣青年 刚才说话的时候 在二人周围 随意布置了一个小禁止 隔绝了生意 否则九楼第二层 其他客人听到 也定会心中暗骂的 但是这庆岩同样 更加确定了起来 这个席双公子 就是个大家族的公子 才二三级精先实力 修炼起来 就非要使用 几品园灵石 一块几品园灵石 那可是一百万 可见其财富多大 兑换几品园灵石啊 庆岩沉阴片刻 对这席双苦笑为难道 席公子 我虽然有渠道 可是一般只是换取 上品园灵石 这几品园灵石 虽然换取过几次 可是一般也就几块而已 席双公子淡笑道 我知道你对这内部渠道熟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 庆岩听到最后一句 心中一喜 他知道 这种大人物 说不让他白忙活 这奖励绝对不会少 沉阴片刻 庆岩双眼目光坚定了 看向席双公子道 席公子 我这次就为席公子试试吧 只是不知道 席公子要兑换多少的 极品园灵石 席双公子 轻轻喝了一杯酒 但笑道 你尽量吧 一百块不嫌少 一千块不嫌多 当然 更多 我也拿得出 咕噜 喉咙咽了咽 庆岩感到心头一阵发颤 一百块 还不嫌少 一百块极品园灵石 那可是相当于一亿啊 将他庆岩所有钱财加起来 也就差不多整个数而已 而听席公子的语气 这一百块 对其根本算不了什么 看着庆年这种表情 席双公子心中一笑 对自己而言 一亿算什么 在风月星上一战 杀的九级金仙就大堆 八级金仙也有一百多个 自己的灵兽 在动手杀死对方的同时 几乎都将对方的原因 包括空间戒指都收去了 这是秦宇早先的命令 杀人夺宝 这是非常正常的 八级金仙 九级金仙 穷的也有过千万 富的更是近十亿之多 秦宇杀的一群人中 最富的自然是夏华先帝 那毕竟是先帝啊 拥有财富 便达到近乎五十亿 这巨大的财富 加起来 已然超过百亿之多 而当初的话言 敖凤 杜中军三大使者 虽然没有多少元灵石 但是他们 却拥有着许多奇珍异宝 三人加起来 也是一个害人的数目 只是秦宇身上更值钱的 便是过百的极品仙器 还有过千的上品仙器 席双 席双 我儿竟然认为我这个名字 封月星一战 秦宇最后闪电般逃逸开去 直接施展开大挪移 连续的从一个星球 穿梭到另外一个星球 就是单单靠大挪移 秦宇硬是大挪移了三天三夜 从一个星球到另外一个星球 幸亏秦宇有着蓝湾星域的详细地图 知道哪些星球安全 哪些星球危险 秦宇就这么的 一会儿进入无人荒漠星球 一会儿进入有人星球 就这么的三天三夜 最后甚至于如此出了银贤信息 秦宇才回归自己的本尊肉体 变换了容貌 又将孔兰 涂刚 但梦三人收入了万寿谱 之后直接靠星际传送阵 轻轻松松来到了蓝湖星 即使路上遇到监察 也没人能够认得出秦宇 有流星泪帮忙 即使玉卿子和前起先帝亲自到来 也休想发现秦宇的灵魂气息 暗星之力更是完全凝聚 完全凝聚在丹田最深处 那极小极小的一点 到了蓝湖星上 秦宇过上了安静的生活 所以秦宇干脆先待在蓝湾星域 最繁华的蓝火星一段时间 秦宇知道宇皇 肯定会严令手下注意 九级妖王的存在 毕竟九级妖王一旦出现 很可能代表有万寿谱 在蓝火星内鱼龙混杂 先魔妖界各方高手都有 秦宇只是从万寿谱中 选中了一个六级妖王境界的小兔子 六级妖王在蓝火星中根本不起眼 甚至于秦宇严令丸 必须称呼自己少爷 不可以称呼主人 所以一个丫鬟丸 和一个少爷习双 就这么不起眼地生活在了蓝火星 宇皇的那些手下 又怎么可能找到他们 习公子 一百块 就是兑换一百块极品原灵石 我也没那等能力啊 庆言无奈道 秦宇实际上并不着急 风月星一战 收了那么多惊心的空间戒指 其中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极品原灵石 加起来数目也惊人了 特别是那夏华先帝 可能是先帝的缘故 修炼使用的是极品原灵石 所以那夏华先帝 便拥有两百多块极品原灵石 你尽量吧 能够兑换多少是多少 这样 你换取一块极品原灵石 我就送你五块上品原灵石 秦宇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 庆言眼睛一亮 呼吸都略微粗了起来 习公子放心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的 帮你兑换足够的极品原灵石的 庆言整个人气势都不同了 显然庆言决定 要通过各大渠道 努力帮忙兑换了 兑换一块极品原灵石 就是五块上品原灵石 也就是说 兑换个五百块极品原灵石 那就可以得到 两千五百块的上品原灵石 也就是两千五百万的财富 兑换极品原灵石的事情 只要我还住在你的酒楼 你能够兑换多少 我就说多少 秦宇笑道 我还有一件事情 想要问问你 习公子 请问 庆言现在 可是充满了干劲 庆言眼睛微微眯起 一缕寒心 不经意闪烁 庆言老板 我听说十年之前 那羽黄和魔界一方的血魔地 结成了良好的交易关系 对吧 他们的交易 那财富数额 都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十年前 两方建立友好关系 那事情在蓝火星弄得很大呢 当初羽黄一方主持工作的 是一个八级金仙 叫什么鱼点的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哦 秦宇 微微点头 此次之所以选蓝火星待下来 亦是因为蓝火星 鱼龙混杂 各界的高手都极多 这里自然安全的多 第二个原因便是 想搅局 搅羽黄的局 羽黄和血魔地的交易 会让两大超级大势力 都提到提升 有些东西仙界才有 有些魔界才有 两方交易 也就达到双赢 只是搅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秦宇必须将一切事情都弄清楚 谋定才厚动 即使到时候出手 秦宇也会使用剑仙傀儡身份 他们的交易多久一次 秦宇又追问道 交易啊 不大清楚 好像三年一次吧 这也不是固定的 有时候三年一次 有时候四年一次 这只是听说的消息啊 听说啊 玄地 清地 或者是魔界的黑魔地 修罗魔地都想破坏交易呢 秦宇自言自语道 唉 放任羽黄和血魔地 如此 两方合作 自然实力提升 呀的 他们随便一次交易 只要抢下来 那财富怕是有百亿之多吧 其他先帝 魔地也 暗中搅局啊 不 什么暗中啊 秦宇忙到 我们蓝火星的人谁不知道啊 只要有点脑子的人都能够猜到 不过羽黄和血魔地的人 对交易看中的很 还没出过 问题 秦宇明白了 这也就是蓝火星的人自己猜想而已 只是可能性应该还是很大的 习公子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难道 秦宇想到一个 可能 这个习公子出手 如此大方 怕是一个超级大家族的少爷 想必这样的超级大家族 也想暗自动手了 秦宇知道 无论仙剑魔剑 除了最强大的羽黄 玄地 清地 血魔地 等几个人外 还有不少比较强悍的势力的 那些势力高手 也是不小的 小心祸从口出 秦宇微笑道 秦宇当即笑了起来 呵呵 开玩笑开玩笑而已 只是秦宇心中暗响 弄不好这个习公子 他们家族 真的会想出手夺取货物呢 秦宇这种小人物 岂敢插手大势力间的事情 他也就想想而已 秦宇举杯喝完 杯中酒 秦宇老板 兑换极品原零食的事情 就麻烦你了 秦宇起身 婉儿 我们回去 说着 秦宇便解除 周围了隔绝声音的禁止了 是 少爷 婉儿忙起身 走在秦宇身侧 习公子慢走 秦宇笑着略微欠身道 第十二集秦宇 秦宇